所以我来 我就是想要把我自己 所有的一切都打碎 归零 突破大家既定的刻板影响 真的非常好 我也 那我再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汪朵 然后不是一个刻板的演员 只一刀下去 你这脸可就毁了 很多地方都是很野路的 都靠自己去找改革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 希望能够吸取到更多 更高级的 然后让自己可以更丰富的 这些经验表演的东西 你当时有犹豫过吗 像这个节目之前 嗯 有犹豫过 我眼睛今天来之前 我起的包包上面 那个眼睛就睁不开 然后结果想就太影响形象了 后来一想 这个咱们节目好像不是在看脸 都看表演 那我还是懒 你最想挑战的角色是什么 我很想挑战一些 歇斯底里的角色 因为好像从来都没有演过 而大家觉得是我长得太苦了 还是说你看我这个样 就觉得说 就是活不起 反正都是那种 就是很平静的那种人物 如今你是怕了我吗 现在知道自己是演 梅长苏的这个角色 内心毫无波澜很平静 我就把这个角色做好做满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